有一次我跟一个学生上完课之后呢 我跟他分享了跟我们上课相关的文件 然后这个学生就问我 辛苦了用法语怎么说 我想了一下 法语中没有这样子的表达 如果有音要字面的翻译的话 是不太符合法国人的表达习惯的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其实辛苦是表达对别人所付出的努力 时间还有精力表达的一种感谢之情 所以我们可以用法语中表达感谢之类的话语去代替 Merci Merci beaucoup Je te remercie beaucoup 那么根据情况呢 也可以加入想要感激的具体的内容 Merci de partager ce document avec moi Merci de m'avoir corrigé 另外一个场景呢 就是汉语中我们经常会说辛苦工作 所以才会有了辛苦了这个表达 比如说上级想对下级表达他辛苦的工作 辛勤的工作 或者是学生想对老师表达辛勤的工作 Merci de votre travail Merci de votre excellent travail Merci de tout ce que vous avez fait pour nous 关于感谢的法语表达呢 我也做过一个视频可以按照这个视频封面去查找 最后呢我也想说不是汉语中所有的地道表达 都可以在外语中找到直接的翻译 这里呢是指法语 因为如果执意去翻的话 会让自己的法语显得很不地道 还有会引起起起疑 所以我们能做的呢是要换一个角度而找到相应的法语表达 如果你想系统学习法语的话 可以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和课程平台 查看我发布的法语课程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见 CiaoCiao Ciao Ciao